我想問塔塔 就是因為像我身邊很多同學 也開始就是會進行 秒買秒退這個動作 不過像這樣的行為 到底會不會造成 Costco的員工的困擾 因為就是大家一直去秒買秒退 就是真的是有這樣的問題嗎 其實這一點都不會造成 Costco員工的一個困擾 因為Costco員工呢 他在進行 我們在進行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們是需要加班處理的時候呢 會有加班費 那麼 所有在補充這個奶品的 這個項目的時候 事實上是衛權的員工在補給的 所以跟Costco員工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頂星他雖然有衛權的股份 可是他好像沒有經營權 所以我想問你一下 這樣會不會造成衛權員工生計上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你多慮了 因為衛權員工有台灣的勞動部 可以照顧他 而衛權呢 基本上完全百分之百 都是在頂星的控制之下 你們雖然檯面上只有聽到 他只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但實際上 在公開資訊站 提列是百分之二十 可是他透過市場交叉持股呢 遠遠高過百分之五十 所以 衛權其實是很難脫離頂星的磨喘之下的 怎麼樣 序位 可是 可是我一定有 我有一件事一直很想說 我開始結巴了 就是我認為是這樣子 台灣就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因為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一開始的原因是因為那個 那個法官說頂星無罪 然後突然就一開始覺得 怎麼這個法官在幹嘛 這個法官在幹嘛 可是其實是檢調單位的問題 是因為檢調單位沒有把足夠的證據 拿給法官 所以法官也判不了什麼罪 所以我認為應該怎麼做 像這位先生他講的其實都非常有道理 可是我覺得我講的會更有道理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為什麼我會反對秒買秒退 是因為 如果這位先生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充足的時間 這麼熱血的話 我建議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例如他去收集很多很多 關於頂星做黑心食品的資訊 很多一些小問題 然後可以學學國外 我們可以聯合一群消費者 提起告訴 直接針對最上游的頂星集團 做出抵制 不需要從下面的通路廠商 慢慢延燒上去 我覺得這才是治標 不是 治根本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從下面 慢慢燒上去 又要時間 然後像剛才說的 像Costco也是其中一個通路之一 那為什麼可能不去 全家 各大量販店都有 那為什麼不去咧 所以我說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 直接針對頂星 提起訴訟會是最好的 這個應該之前有想過吧 其實我們原本就有想過了 可是台灣的死瀚法修了八次 八年修八次喔 但這八次就代表政府 其實一直都知道這件事情 是存在的 但是為什麼修了八次還是沒有結果呢 那這個結論我想大家應該可想而知 也不用我特地去講這個事情 那至於你說為什麼不找其他的通路 這個根本的原因是在於 其他通路都有食品廠嘛 你說像統一有7-11 那麼那個全家也有自己委制的那些食品工廠 大家其實都是一個系統的 在台灣唯一一個屬於清流的通路 就只有Costco 這是的確的 因為他收了我們的會員費 所以必須要提供他付費會員最好的服務 因此我們才可以無條件退費嘛